嘿,大家好,我是蔡少 今天我又来到了台北 我今天住的地方呢 就在台北的西门町这一边 然后这间店名呢 旅店呢,它叫做丁记忆旅店3 我住的这个位置 它大概从西门町1号出口过来的话 差不多步行7到7分钟左右 那其实我住的这间旅店呢 它为什么叫记忆 我觉得它也是一种蛮有复古的味道菜 如果说你可以从我们一开始进他们的接待大厅里面 就可以感受到一些很老旧的感觉 话不多说 我就先来带你们看一下 我现在所住的这个房间 它的到底有哪些东西呢 影片开始前呢 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加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我刚刚所坐的位置就是在前面这个书桌 然后它望上去就是它的一个窗户 我觉得它这个位置其实蛮不错的 就是光线也都很好 我直接坐在这里 你看 上过来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非常老旧式的沙发椅 那一个位置就很适合躺在那里就是发呆的 像我就是一个很会懂得耍费的人 然后我们来左边看一下这边 这是一个标准的双人床的大小 然后后面这边有一台差不多42寸左右的电视 你可以看到我正前方这边 这边地方是淋浴间 然后前面那边是厕所 待会再带你们过去看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 这里 这里是冰箱 冰箱 然后茶水壶 然后杯子 然后上面这边是衣架 然后你会看到的是在冰箱区这边 好像没有什么茶水之类的 或者是就是咖啡包啊 茶包 其实并不是他们没有 而是他们把这些东西都 置放在他们的偶de 接在大厅那边 你可以在那边可以看到很多 非常更多的选择 让你吃不完喝不完 我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直接到大厅那边去拿 这里呢他们也是一间环保的一个旅店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需要 有需要牙刷啊 剥一些输取用具的话呢 他们在他们的接待大厅这边 都可以领取 但是如果他们在 他们有他们的房内呢 就没有备有这些东西 他们希望说你都可以 自己来选择自己用的 然后拿你自己所需要的 或者是说 你可以自己出外的旅行的时候 就不自己备有 那像我自己其实是 我都会喜欢自己 备用自己的牙刷 所以这些呢 我几乎就都没有用到咯 好那我们现在 先来看我们的厕所 厕所的话呢 它是一样是干湿分离的一个方式 他们所放的是 吹风机 那这个是他们的 洗髮机、沐浴乳 跟润发乳 所以他们三种都有 如果女生来住的树的话 我相信都很需要润发乳的这个东西 大致上呢 这就是他们一个房间的一个盖框 空间虽然不大 但是我觉得做的就是很精巧 其实是对于我们 来这边旅游的住宿来说 是已经很足够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开箱 这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们入住的时候呢 他会给我们这样一个明信品 给一个包装的纸盒 然后下面呢 会填写你的姓名 跟你的所住的房间 然后我们来拆封看看吧 来 简单的拆封 你可以看到的第一页是这里 这里是一张明信片 然后你可以填写完 私下就是把它剪裁下来的时候呢 然后写下你的明信片 投入他们的一个 他们在接待大体里面有一个邮箱 好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可以看到什么 啊这也是 你都可以同时把它就是写 这边剪裁下来 然后把这个寄出去 然后再来呢 他会提供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房卡 嗯 非常有设计概念的一个房卡 好 然后这边 有提供了两个 餐饮 入住的人呢 他都会提供两个住宿的方案 给你们就是 一个是咖啡 咖啡话 这是他们原本他们自己 做开设的咖啡厅 然后就在店的斜对面那边 咖啡厅厅厅 它这个是抵用50块的费用 比如说你点了餐饮的话呢 可以折地50块 然后这个呢 是他们配合的一个火锅店 就是如果你需要用餐的话呢 你拿这张卡的话呢 听说可以得到 不错的海鲜平盘之类的 反正就是多给你加码一些食物 哦 这张小卡 是我觉得你可以带回家的时候 可以填写 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如果我的酒器放行李的话 应该可以把它填在上面 挂在那边 应该也不错 然后这个呢 是他们的一个一个 本店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来这里住宿的人呢 他们都会很喜欢呢 在这个拼图这边 然后做一些画啊 纪念啊 然后呢 他们接在家庭那边 有个比较拼图墙 然后你到时候就可以把这个 配块的东西呢 贴在上面 然后留下一个美好的纪念 再来是 好 这个是什么呢 啊 这个呢 是他们所自制的一个旅游地图 看一下它有什么可以画 哦 这个呢 是针对西门丁这里的一个旅游地图 然后你可以参访了 在这个地图里面呢 去参照他们所去游玩 尤其是光这张地图我相信你就可以 就可以在这里待上一整天 甚至我觉得两天也应该还够 然后它有 这边都还有写 地图旁边这边都还有写到 蛮多每个条街啊 跟路的一些特色 非常棒 很用心制作的一张地图 哇 刚刚啊 我先去从那个小巨蛋那边回来 去那边一间酒吧 喝点调酒 还不错哦 喝了蛮也不多啦 大概喝一杯多 但是呢 喝了三次 但是我前期开心的时候 我喝了三次招待 那就是它帮你喂你一口这样喝 还不错啦 就是觉得他们的酒汁啊 跟他们调酒类啊都还蛮好玩 值得去看看 然后呢 喝完路程中回来 它真的超级累 我刚才差点在这一段睡着 所以 我觉得 一回到这边之后 我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喝一杯热汤 所以我想 我就想到说 这里有泡面可以吃 因为泡面嘛 它就会很多热汤 也可以选择 所以在泡面区这边呢 在他们这里的住室呢 是非常的热门 而且是蛮多旅客都喜欢 包含我今天的 现在的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啊像我今天喝的这么满 我觉得个人喝的还有点茫茫的感觉 喝点热 吃点热热的面 喝点热汤的感觉 就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 拉比大厅呢 其实蛮多设施可以用的 比如说他们的饮料柜那边 有很多的饮品可以使用 我觉得最理想来讲 其实在饮食这边 但是可以省下蛮多 所以来住宿 叮祭礼店的话呢 你可以 让你省下餐费啊 然后如果想要再给他 你耗一整 其实也是可以啦 我觉得 就是看你怎么选择 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希望你们会喜欢 未来我还会介绍更多更多 来自于北部啊 中部啊 还是南部的一些住宿 给你们做参考 我希望可以收集更多的店 希望你们 这些收下的店 可以对你们有帮助 好 那我们就下个一笔见 拜拜 拜